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纪念军事坦丁大帝所建拉特朗大殿的奉献日 作为各地教会对圣座罗马教宗敬爱和团结一致的象征 拉特朗大教堂是罗马主教的座堂 天主教会四大特征之一 就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宗徒之一但同时也是宗徒之手的伯多禄是在罗马传教牧林和殉道的 他是罗马的主教 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 伯多禄在罗马的继承人是各地的主教之一 但同时也是各地的主教之长 即教宗 天主教会涵盖了世界各个民族 各个语言 各个文化的信徒 没有一个普世性的领导人是讲不通的 这就是耶稣立伯多禄为宗徒之长的原因 叫他做耶稣的代目 喂养耶稣的羊群 2000年来这个教宗旨宗座看到过世上各个地方的改朝换代 自己也经历了多少内忧外患 却一直延续不衰 基督教的弟兄姊妹是不承认教宗的治权的 但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也颇有感触地说 没有一刀一枪的教宗旨2000年连续不绝 真是一个奇迹 属神的殿与拉特朗大殿 是全球教友团结的象征 也是万民的祈祷所的象征 我们每一个教友 就是这属神的殿与的活食 应该是王家的司祭 圣洁的国民 属于主的民族 活食应该紧密团结起来 才能让教会历久不衰 当一个活食以心神 以真理去朝拜天主的时候 当一个活食去扶传的时候 这个教会才能成为万民永来的祈祷所 教会经常会有内忧外患 但是我们也经常抱持着信德和妄德 因为我们知道 教会是属于基督的 而基督是虚在 今在 永远常在的 地狱之门及罪恶势力不能战胜他 正如耶稣的十二位宗徒 也有一个是覆卖他的 两千年来的教宗 也有几个是品行不好的 但其他的都是很圣善 很谦虚的重扑直扑 甚至不少还像伯多禄一样 以主流血殉道 大公教会历史两千年 如果把第一任教宗圣伯多禄到今天 第266任教宗方济各的名单放在一起 相当长啊 在下面的连结里 我们看到这200多位教宗的名列 特别响意提的 是公元217到222年当教宗的这位圣 Kalikstus 他曾经是一个罗马贵族的奴隶 因为自称是基督徒而被判刑 在矿场做了多年的苦工 后来辗转回到罗马 继承了伯多禄的职务 并最后在迫害中殉道 天主教会是人类历史上解放奴隶 尊重人权的先锋 只因尊重人权的基础 在于相信人是天主的肖像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福传